大家好,我是阿鱼 最近这几天不知道是不是黑神话玩多了 昨晚居然梦到了佛祖 佛说要大气,要会择万物 四谱或内域不容易 别光揪着这几只豪 都快被你耗吐了皮了 醒来后茅测顿开 今日本up昭告天下 以后我闲鱼做视频有四不骂 一,不骂路斯 因为他笑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 全不打笑脸人 他变着花样笑给粉丝看 我正好在苛责他 二,不骂子子 因为他善 有人问,国色芳华中的何维芳 长得像个宝器 凭什么是大唐第一美女子粉说 因为他玄乎济世 拯救苍生 难道不配做第一美人吗 这就是善的力量 三,不骂路路 因为他真在这个LGBT 无法成为主流文化的净土 他毅然决然地道出心理性别 如此真诚 让我感动 四,不骂欣欣 因为他蠢 快三十个人 还坚持用三次的声音和智商 带观众回归最蠢的时光 就行进 放置世界也属罕见 虽不骂他们 但本期的嘉宾跟四谱 还是有点联系 那就是 大善人子子的 长相思四护卫之一 君政商力中的 政界一哥 苍玄张婉义 曾经的他 是我心中的小白花 五官昭政 气质干净 演技在线 之前夸了他好多次 结果最近一看 咦,这不是黄子涛吗 当然粉丝都说他没有整容 是年纪大了 脸瘦了 所以下颌线清晰了 皮肤紧致了 唇形也微笑了 可是人过了18 下巴是不会再发育的 除非你是 昆昆那种 超越人类的存在 他怎么瘦了 下巴还偷偷长高了 而且下颌线清晰了 面中胶原蛋白 却多了起来 我知道肯定有人说 是滤镜的原因 但是我把央视的采访图 进行最大化美颜 感觉和现在依然不同吧 其实我真不在意 明星们到底整没整 反正也不花我的钱 我只在意最后呈现的效果 很明显 现在张婉义 变得更符合主流审美了 但是刚出道时 那股灵气也没了 曾经她意气风发 现在她跟楚然在一起 像是姐妹花 为什么灵气变灵气了呢 包括刚刚提到的四谱 他们也曾经有过 自己鲜活的时期 但为啥再也没有 当年的股劲了呢 这就是本期 咱们要讨论的话题 灵气感到底是什么 灵气感又该如何保持住 想一美抗衰的姐妹 一定要看完 她绝对能帮你避坑 常看我视频的人 会有种错觉 就是我反对一切一美 还真不是 如果能合理使用 效果好的话 我根本不会骂 比如王子文适度的填充 让她在影视剧中 状态更好 但怕就怕 没有用好 比如张婉姨 搞了个更翘更尖的下巴 虽然在理论上会变精致 但这个变高的下巴 跟下和鼓连在一起 总有种吸血鬼的感觉 显得摇里摇气的 另外就是美颜滤镜 开的也太太太太重了 把脸部的一些 正常的凹凸都磨平了 什么叫正常的凹凸 同一部剧 大家看左右两张剧照 是不是右边的 看着更舒服 因为人的脸 天生就带着一些 古像和皮像的起伏 比如类沟啊 法令纹啊什么的 让这些纹路 以适当的程度呈现 人才会有灵气感 简单来说 就是你得先像一个地球人 而不是存在三体世界里 刚浸泡完成的生物 有人说 古像好的人 面部平整度就是会更高 就是没有这些纹路啊 其实不是的 你们仔细去看 即使是阿娇这种神奇古像 也有轻微的黑眼圈和法令纹 你要把这些细节都磨没 它反倒没的 没有那么突出了 当然了 我理解大家对纹路的恐惧 年纪一大 纹路变深 面部平整度被破坏的太彻底 美女也会变大吗 尤其是眼周的皮肤 本来就薄 偏偏我们要频繁的使用 它们表达情绪 以至于眼周是最容易出现老态的 浪姐里面就可以看到 非常多明星打类沟 虽然类沟是没了 但是笑起来都有一道冷 反而怪怪的 为啥这些拥有顶级自愿的女明星 填个类沟都容易出错呢 你们要知道 类沟是非常非常细的两条线 连化妆的时候都要用最细的笔 一点点去遮 更何况是注射玻尿酸呢 那真是小手抖一抖 泪沟变泪图 就算你一开始没有填多 过几个月 玻尿酸吸水膨胀了 范围也会超过原本的泪沟 属于是花了好几万 换了一种老法 其实只要你的泪沟 还没有生成马里亚纳海沟 控制纹路远比直接填满要更安全 说回张婉逸 比起颜质的变化 更让我在意的是她的演技 她最近演戏 总是带着三分凉薄 四分绩效 五分漫不惊心 仔细观察之后才发现 现在她即使面无表情 也自带一分笑 由于丽俊实在太好 我很难说她是做了M唇 还是化妆术太高超 其实她的嘴角 本来就有些上翘 只不过以前的上唇唇公是拱形 中和了上翘的走势 整体看还是偏顿的 现在唇公变成了 下凹的滑滑梯 精致度up不少 但是她的眉眼又不够抓人 没有霍建华 眼宽那种迷人的眼神 导致我的视觉重心 全部落在这个别致到过分的花瓣唇上 跟她正义且顿感的五官 形成奇妙的反差 就像郭德纲嘴里的鱼签 6月三福天 上半身鼻挺的白衬衫 扣子全几号 下半身却是钉子裤 有种辣眼又搞笑的赶脚 其实她长相似的时候 嘴唇就已经有这种趋势了 只不过那个时候 有杨子邓维两大科技先锋 天人交战 直接把我的扇指开盖线了 无法注意到表哥也早已偷偷改变了自己 到了柳州记 楚然虽然爱修炼白眼 但演还是相对自然的 没有了火力掩护 婉衣就很难被忽略了 而且吧 明明脸精致了很多 表情观力却像个傻袍子 你们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她演的这个 挚技无双的王眼 什么都逃不过夫人的发言 我就是一个没用的顽固 如果她是故意这么演的 这就是她新研发出的一种戏路 那我希望她先别创新了 把自己演过的陈延年和刘少奇复习一下 如果她是面部肌肉无法控制 导致演技细节没有呈现 那就很遗憾了 说实话最近的她总有一种僵住了的感觉 嘴动到飞起 面中肌肉都能安静如鸡 就像打了肉毒一样 跟子子合作一场 这是受益终生啊 咆哮演法跟子子学 引爆横电整条街电动车的警笛 现在连微条手法都学 医生名片是不是都要过来了 说起肉毒这玩意儿 你们可能会好奇 以前不是用来局部瘦腿瘦脸颊的吗 现在怎么可以全脸注射了 其实这是一种抗帅的新思路 前文就说过 眼周衰老是因为传达表情太平凡 其他部位也是如此 按照这个逻辑 如果不做任何表情 不就老得慢了吗 你们看神雕侠侣里面 小龙女比孤儿大四岁 但是十六年后和杨国重逢 由于一直宅在谷底 清心寡欲面无表情 看起来居然比孤儿还要年轻一些 可见不无道理 而且我周围还真有姑娘兴奋 只要不笑就可以永保青春 有人凭意念空脸 曾经有个三十岁的妹子分享经验 说她在二十五岁之后 就不再做任何表情了 即使再想笑也会绷住 吓了领导都不敢为难她 不过这太反人类了 所以更多的朋友选择 直接打肉毒素 这样就算绷不住 想大笑了脸上的肉也是听掉不听轩 因为肉毒可以阻断神经对肌肉的控制 让中毒的肌肉想动都动不了 比如你生活压力太大 房贷车贷压的你喘不过气 天天愁眉不窄 不用怕给眉心打点肉毒 用来皱眉的肌肉就瘫了 不就没有办法皱眉头了吗 现在还有一种新玩法 就是在打水光针补水的时候 往里面掺非常少量的肉毒 让你全脸没有办法随意的做表情 花期不就延长了吗 不过这玩意要小心用 它是能让肌肉瘫痪的 如果不小心打进血管流到全身 那必须进ICU做透析 因为呼吸是靠肋肩肌等一系列肌肉的缩放 心脏跳动也是靠心肌缩放 这些重要部位随便摊几分钟 你都可以remake了 至于张婉一有没有做这个 还是那句话 滤镜太大我不大我也不想去追究 初心已改 脸动不动又有什么要紧呢 就像黑神话的观音禅院 人心若是烧没了 修好一座破庙又有什么用呢 我本人是不建议演员去做这些东西的 因为真的非常非常影响 面部表情的呈现 而且我也不建议普通人去做 因为这很影响你的气质 我前文说过 灵气感的基础就是得像个人 你的脸上要有作为一个人的各种细节 除了纹路细节 最近还有一种细节在被疯狂摒弃 就是太阳穴的天然凹陷 自从涅部饱满这个概念被普及之后 我发现很多人又开始走上了极端 就是把太阳穴打得无比喷 碰到你还以为那穴上长出了一坨肉 比如说狙姐 这太阳穴能比颧骨还宽 这是无敌饱满 但我给你们看两张图 左边是全脸都平滑的小狙 右边是肋沟明显 太阳穴乌鸟的李启宏 你们觉得谁更像十几岁的少女 肯定是李启宏吧 其实他这个时候也25了 但你不会觉得他是保养出来的 你会觉得他就是天真无邪的小国相 为啥呢 因为小狙的脸上太阳穴捧 苹果鸡捧 嘴唇月捧 只让脸捧得没有重点 而李启宏的脸上最亮的高光点就是苹果鸡 重点非常鲜明 那种活生生的朝气感会穿过屏幕 记住你 这就是保留骨相细节的魅力 还是那句话 亮点要靠其他地方去衬托 如果你想做注射医美 医生有没有足够的审美 以及实现审美的技术 一定要仔细考察 当然小郭香和小菊 更大的区别在于眼睛 你们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有些人即使30加了 眼睛看起来依旧非常纯真有灵气 而有些人即使天生励志且 用心保养 都不会给你女大感 这就要涉及到更多美学细节了 比如双眼皮和卧蚕的形态 眼周的骨相 双瞳的间距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眼神 灵气感的眼睛一般长什么样 清澈的眼神如何拥有 点赞过5万 咱们速跟下期 我是咸语小汉堡 我们下期再见